在道别会上 宋爷爷没哭 但是福宝的战姐们几乎全哭了 他们真的好喜欢他 随着宋爷爷与江爷爷的出场 福宝的道别会正式开始 两位爷爷感谢了粉丝们对福宝的喜爱 并说了福宝后续的安排 他们俩看着都快哭出来了 特别是宋爷爷看着好像在笑 但是他的眼带 他的神情都特明显 可能在上道别会之前就已经哭过了 宋爷爷与江爷爷们说完 放下礼物就回去了 福宝的战姐们原本还蹦得住 可是福宝一出来后 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下全部绷不住了 各个眼泪都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流着泪的同时都在深深地祝福他 祝福他不管在哪里都会有幸福的雄生 道别会开完后 很多人还把祝福写了下来 满满的一面墙都是祝福语 我们福宝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带来幸福的宝贝 不仅仅给他自己带来幸福 也给爱他的人带来了幸福